在注重商业利益 获得了持续两年多的非议以后 美国国会以立法的形式给了川普最大的支持 那么众议院5月7号通过了麦克尔法 或者说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 叫以外交促进美国企业法案 因为这个法案是由麦克尔和恩格尔两个人共同提出的 所以习惯上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麦克尔法案 美国外交部门它创立之初 就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走向世界 这是外交部创立的原因之一 原先人民一直认为 川普因为商业的色彩过于浓厚 所以他的很多措施 在全球范围内给人感觉太计较强了 那现在国会给他背书了 是吧 走出这个通文门以后 国会现在给他做了一个表态 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参议院通过 但是美国现在这个态度是几乎一致的 作为发起人麦克尔自己的话说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 美国如果不加以支持自己的企业 在新兴市场上不断的获取份额 那么就会有中国来填补这个空白 而且中国是采取的 不顾工人权益 而且是破坏生态的 这么一个方法 在干预全球经济 通过一带一路给低收入国家 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债务危机 那么作为美国 由美国政府出台这些法案 来保障美国的外交 做美国企业家的支持 这是未来 国会与川普政权 相对融合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他们现在已经明确的把目标针对到中国 在这一点上 国会和政府 没有什么分歧 当然了 其实在政治上 5月7号还出台了一个与 台湾的这个加强 2019版的 加强与台湾关系法 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都在表现为 国会站到了川普政府这一边 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内部意见几乎是统一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很难预见 对吧 我们看到 中国内地呢 很多人 都在判断 甚至所有的这些党媒都在宣传 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 因为川普的这两条推文 过于自大 做出了一些决定 在贸易谈判过程中 施压的手段 不是那么文明 相当的粗暴 那么在美国政客之间 造成了 两种意见 就是说有些人是反对 川普的这个态度 其实我们看到的法案通过 就表明了 至少在众议院 这一点没有得到体现 那么接下来就是参议院了 是不是 所有的 关于新兴市场 份额的这种战略 美国的外交 保障美国的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 重新为美国企业服务 这是美国外交的优先 美国从创立之初 它就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 它不谋求美洲以外的霸权 或者说领土上的 这种债有余 美国在全世界 从来都提出 要保障航行自由 保障商路的畅通 保障美国的企业 公平的 在每一个国家进行贸易 它要保护的是美国企业 不说优先权 至少它不会被歧视 它要保护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两百多年量 我们看到的一贯如此 那么美国企业 在中国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大多数外国企业 在中国同样遇到的问题 就是中国企业 有很多不知名的背景 当然最后你都能找到 国资的背景 如果它背后有国资的介入 那么它可以调用的资源 就是举国之力来支持它 通常大多数企业是无法与它对抗的 因为它不仅仅有经济实力 而且有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对它是倾斜的 它甚至可以利用出口创汇的名义 它可以舍弃利润 甚至赔本 它也要占领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运营的公司 是无法与它竞争的 这就是美国人一直提出来的 在世贸体系中 你不能这样玩 已经提了十几年了 从中国加入世贸开始 就一直是这么一个环境 美国人把中国长期摆在 贸易306监管国家的第一序列中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到结果 给你最后一波待遇 给你加入世贸 都是希望你能转变 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恶化 原先中国的民营企业 还有一定发展的这种可能 甚至在海外 他们也有了大肆的并购 不是每一个企业 都像华为一样 有一些企业甚至跨界 涉及到新闻 涉及到娱乐 不仅仅做房地产 是吧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 走出国门的时候 它是多元的投资 其实刚开始整个世界呢 还是比较欢迎的 这也是经济 文化 政治多元的一个体现 但是从2017年开始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其实2016年 川普上台之前 中共就做了很多准备 无论从农产品 还是其他的贸易进口方面 对美国产品 就有了一定的限制 新色很多框架 而且教廷呢 中资在海外的投资 开始收回拳头 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举动 其实都是针对一个 即将要上台的 川普政权 而且我们看到 川普第一任 内阁的成员 大多数都是知名的 前CEO 完全是一个商业团队 川普也在慢慢调整 用两年半的时间 他已经不断地在调整 他的团队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两个执政团队之间的 这种对决 中方没有更多的策码 那么作为美方来说 他现在又获得了 国会的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场 所谓的谈判 几乎不用考虑后果 答案是一定的 无论这个协议签还是不签 美方始终占有自己的优势 所有的球 他都可以踢给西胖 无论西胖派什么样的代表来 他没有办法对付一个 没有分歧的国会 与美国政府 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 中国与美国逐线走向对峙 这个对峙的行程 已经不可避免 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到位 中共原先安排的一些预案呢 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他们非常想延迟这个对峙的发生 因为对峙一旦开始 他不需要考虑谁会倒下 他只要考虑一点 我能撑多久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